这个世上总有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存在 在人世间死去的人会化成灵体 而灵体最终会回归另一个世界 有些灵体有未实现的心愿 就会留下等实现了心愿再离开 而有些灵体留下来的皆是怨念 这就被称为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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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别他妈装身弄鬼的 打光给我调亮 行行行 好吧 我们继续回来 我是今天的故事主讲人 冷水 我们接着讲今天的故事 音乐也关啦 行行行行行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日本的三大怨灵 所谓怨灵自然就是生前寒恨而终 在死后也造成了一些奇怪现象的人 日本是一个不缺鬼怪故事的国家 这我要讲的三大怨灵 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事情 而且其中甚至还有一个 依然影响着现在的日本 日本三大怨灵分别指三个人 坚园道真 崇德天皇 还有平将门 本来我打算一期视频就讲完 但是写稿的时候发现 好像内容有点太多了 所以决定临时把这三个人 分成三个视频来讲 连续三天更新 所以想知道日本三大怨灵 所有的故事的人 或者想知道一些日本其他文化的小伙伴 可以点击订阅一个关注 那我们今天从坚园道真开始讲 坚园道真是谁 其实现在你去搜索坚园道真 应该能搜得到他是掌管学问的身 专门保管学生学业进步 也就是这个老头 现在供奉他的神社 在福岗下的太宰府天满宫 每年都有八百万以上的人前去参拜 那这个大家都供奉的学神 为什么会是个怨灵呢 那我们从坚园道真的生平开始讲 公元八四五年 坚园道真出生在平安时代的一个贵族家里 虽然是一个很小的贵族 但他们家是书香门底 从他祖父开始 就都是掌管学问的文章博士 那他从小就接受到知识的熏陶 而且从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 异于常人天赋 诗词歌赋 样样精通 指点江山 头头是道 他在官场上从正六品下开始 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就升到了从五品上这个等级 在八九九年 他五十四岁的时候 当上了右大臣 当时左大臣和右大臣 就是最高的两个职位 相当于中国的左丞相和右丞相 左丞相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右丞相是两人之下 万人之上 尖元道真是右丞相 跟他同时被命名为左大臣的人 叫做藤原石平 这个人很重要 要画重点 藤原家是一个很大的贵族 这个也很重要 也要画重点 藤原石平比尖元道真要小二十六岁 却和尖元道真同时当上了左丞相 还有右丞相 而且比尖元道真还要高一级 这就能看出来这个人 他的家底有多厚 藤原石平这个人很年轻 他能当上左丞相是有家族关系在一个 然而左右丞相里边 学识更渊博的是谁呢 是尖元道真 在各种政策的决定上边 尖元道真参与的更多 那他的官场上的评价也会更好一些 左大臣比右大臣要高 但实际上却被右大臣抢了风头 而且本身尖元家 他的地位比藤原家低了很多 这么一个出身低 职位也低的人 那现在比自己还混得好 藤原石平心里充满了嫉妒 那这个季度呢一天天的累积 终于他变成了实际行动 藤原石平联合了尖元道真的对手 向天皇敬言 诬告尖元道真想废掉现在的天皇 立自己的女婿为天皇 那当时的天皇叫做提胡天皇 太上皇呢叫做宇多天皇 提胡天皇是宇多天皇的长子 尖元道真的女婿 是宇多天皇的小儿子 太上皇和天皇虽然是父子 但其实是两个对立派系 因为那时候天皇虽然名义上是最高的 但实际上掌权的是太上皇 而在外的天皇也希望自己能够掌握更多的大权 所以天皇和太上皇斗争非常激烈 右丞相尖元道真是太上皇一派的人 左丞相藤原石平是天皇一派的人 所以当时藤原石平联系了一帮人 说尖元道真要以太上皇的小儿子当天皇的时候 天皇听到的其实是 你要拥立太上皇那派的人 那自然那就是跟我作对 而且不管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 这样我正好有机会清除掉太上皇一派的人 天皇借机将尖元道真还有跟他有关系的人 一起贬到了太宰府安乐寺 这样天皇这一派的人就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尖元道真被贬到太宰府 陆费还有安置费全都是自费 并且在到达了太宰府之后也受到了软禁 那他的人生可以说是从天国调到地狱 两年之后尖元道真在愤怒和悔恨之中死去了 其怨念最终成为了怨灵 在尖元道真死后 日本开始台风肆虐 瘟疫蔓延 洪水淹没村庄 农田是颗里无收 到了公元909年 藤元石平身患不治之症死去 年仅39岁 公元913年 参与诬告事件 并在之后接任又达成的袁光 也在狩猎的过程中 陷入沼泽 陷入沼泽 也在狩猎的过程中 陷入沼泽 沼泽 在公元923年 藤元石平的外甥 宝明亲王去世 年仅21岁 那么和诬告事件相关的人 悉数死去 事件都传说 是尖元道真的怨灵作祟 醍醐天皇因为惧怕尖元道真的怨气 在当年就撤回了尖元道真的流放令 重新追封他为右大臣 子正二品 然而追封 丝毫没有平息尖元道真的怨念 两年之后 藤元石平的孙子 五岁的时候去世 在此之后甚至还发生了更大的事件 公元930年 平安京遇上大汉 醍醐天皇在清凉殿召集重城 商讨奇雨祭祀 就在开会当天的下午 大臣们都在商讨如何求雨 然而煞时间 天上乌云密布 整个平安京被黑云压尽 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雨 倾盆而下 几乎淹没了整个平安京城 在大雨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之后 从乌云中降下了一道闪电 这第一道闪电 就正好击中了清凉殿西南角的第一根柱子 大火直接烧着了旁边的公亲 藤原清冠 他胸口灼烧 当成去世 而另一个人 叫做平熙氏 也被大火烧得毁容 抢救无效死亡 被烧死的藤原清冠 也正是参与诬告事件的人 并且在事后 负责监视监缘道争的一举一动 而另一个死去的平熙氏呢 和监缘道争的关系 并没有被记载 所以应该是误伤 这次事件还导致了多人重伤 另有两名警备员也被大火吞噬 史称清凉殿落雷事件 当场目睹到了惨壮的醍醐天皇呢 也受到了精神打击 三个月后 贾工参与了监缘道争诬告事件 有关的人 一个都没有落得善终 在此事件之后 朝廷立刻将监缘道争被贬后 拘捕的太宰府安乐寺翻修 并将其重新命名为 安乐寺天满宫 以此镇住监缘道争的怨岭 在清凉殿落雷事件之后 民间都传说 监缘道争的怨岭化作了雷神 于是在公元947年 朝廷又在祭祀火雷神的一块 叫做北野的地方 同样修建了一座天满宫 将监缘道争作为神来击败 到了50年后的公元993年 当时的一条天皇 更是追封监缘道争 为最高的太政大臣 属正一品 在此之后 没有重大灾祸 或有超大闪电 大家都还会说 那是监缘道争的怨铃作祟 家里没有小孩子哭闹 家长都会说 哭 再哭监缘道争就来找你了 于是监缘道争也成为了平安时代 所有小孩子的梦魇 民间也将他作为雷神来崇拜 日本的神道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世间万物皆可成神 而神是靠大家的信仰才会存在的 信的人多 这个神的法力就会越强 正是在所有人的集体意识中 对他的崇拜 本作为怨灵存在的监缘道争 因为其渊博的学识 化身成了掌管学问的天神 造福着所有对学业有所追求的人 大家好 今天来到了天满宫 天满宫就是监缘道争的主社 它的主社是在太宰府福岡那边 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分社 它在这边叫做汤岛天神 那我今天带着大家去看一看它的这个神社 这个叫做鸟居 就是进去了之后 这里边就是神的地方 外边是凡人的地方 而且要注意一点 鸟居的中间是不能走的 鸟居的最中间是神走的地方 大家从这里走只能走边边 就这样 这儿 下马哈 可以看一下这边现在 因为疫情嘛 这些地方都没有开 所以我们自己去看就行了 这个店就是监缘道争宫的店 然后这里大家会在这里参办 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叫做汇马 大家会在这边写上自己的愿望 这个想考志望的学校 这个想考历教大学 津田淑大学 东京好大学 所有考试都可以来启愿 呦 他是想要他的博士论文审查合格的 像这个人他是想让他的司法考试合格 这个就没有说他想要合格 他想要强运 如果大家以后来的话 也可以到这边来求一个 今年的高考已经延迟了 那也希望就是今年高三的考生 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受到影响 然后能够顺利的考上自己心目的大学 那我也去给大家求一个挂在这 我们就挂在这个单纯的想实现心愿的这个人旁边 我们去蹭一下 顺便也让他也实现心愿 首先准备好五块钱 这个在日语里面是缘分的意思 先 我哭了 这是什么 比利 抽了一个签 想问一下我的学业怎么样 然后这个签上说 自己学不要靠别人 视频最后我给所有的学生观众朋友们抽一个签 看看大家的学业会怎样 小吉 徐毅这一项他写的是立下你自己的计划 然后少说话多做事你就能成功 这个对大家来说应该还是挺好的 虽然是小吉但它也是一个吉 大家也是可以在今年的高考上面能获得一番成就 那就提前预祝大家金榜提名吧 对 其实这个神我觉得挺毒蛇的 你觉得吗 我觉得也是 我这边抽过来他说是少说话多做事 你那个抽中 啊神 我的学业会怎样 你不要问我 别自己学去 太毒蛇了 希望大家今年高考都能加油 好的 那么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 拜拜 și by bwd6